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代表是谁?解代表是基础解析 实际上就是解向量组的极大性弯组或者最大性弯组 最大性弯组当中还有多少个向量呢? 解向量组的最大弯组当中还有N-R-A个向量 这个地方同学们不要混淆了A的列向量组的最大性弯组 和Ax0的解向量组的最大性弯组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A的列向量组的最大性弯组是R-A个向量 Ax0的解向量组的最大弯组是N-R-A个向量 为什么是N-R-A个向量呢? 因为R-A反映的是有效方程的个组 N个位置量 R-A个有效方程解除R-A个位置量 是不是就有N-R-A个解不出来的自由位置量? 这N-R个自由位置量我们给它复制 复成100,010,001 然后就得到N-R一个现有关的解 这就是7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析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非7次 它的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请看性质三 假如说X等于Ata1 还有X等于Ata2 都是AX等于B的解 那么Ata1-Ata2 就是对应的其次线性方程组 AX等于0的解 就对应的其次方程组的解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一种验证性的证明 同学们看一看 AAta1等于B 是不是 AAta1是等于B的 AAta1等于B AAta2也等于B 是不是 那么A乘以Ata1-Ata2 AAta1-Ata1-Ata2 是不是等于B-B 就是零向量 是不是 所以Ata1-Ata2 是对应的其次线性方程组 AX等于0的解 非7两个解一解 解出来是其次的一个解 再来看第四条性质 AX等于Ata 是非7的解 AX等于KC 是其次的解 那么KC加Ata 是非7的解 为什么 因为AAta 是等于B的 而KC 是等于零的 是不是 那么A 乘上一个Ata加KC 是不是AAta 加AKC 是不是 AAta 是B AKC 是零 是不是 那么这一加过以后 是不是就是B相量了 所以A 乘上X等于B 这个X可以去Ata加KC 是不是 所以 其次的解 大家看 其次的解 加非7的解 因为这两个系数矩阵是一样的 只不过增广矩阵 这个地方多个B这是0 是不是 这个上有的书上这样说的 把AX等于0 叫做AX等于B的导处组 非7次的 是不是AX等于B 那么对应的其次 是不是AX等于0 叫它的导处组 AX等于KC加Ata 就是非7的解 非7的解 那么下面呢 当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以后 下面就很好办了 因为其次的解 我们已经解决了 我们现在解决非7的解 我只要写成其次的解 加上非7本身的一个特解 就可以了 而其次的解 我们知道 是基础解析 做线性组合得到的 是不是 所以当A的字等于R 小线的时候 我们要求AX等于B的通解 我们只需要去求出 AX等于B的一个特解 AX和AX等于B的通解 C1KC1加0K0 加CN-RKC1-R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AX等于B的通解 就这么多 AX加上C1KC1加0KC1 加CN-RKCN-R 那么这个性质 同学们可以对照 高等数学当中的 非7次性性 为分方程 这个解的性质 其次的解 加非7的解 加出来是非7的解 非7的两个解 一解 解出来是其次的解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例7 说有一个四圆的 四圆是什么意思 四圆就是有四个位置量 有四个位置量的非7次性性 方程组 AX等于B 它的细数矩中A的质 告诉你是三 已经知道 Ε1 Ε2 Ε3 是它的三个解像量 非7次告诉你 有三个解 把Ε1告诉你了 Ε2加Ε3也告诉你了 叫你求AX等于B的通解 是个什么情况 那么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AX等于B 它的通解 怎么求呢 它的通解是等于AX等于0的通解 加上非7本身的一个特解 AX等于B的通解 AX是等于7次的通解 加上非7本身的一个特解 那么这个特解 我们已经解决了 特解可以起谁 特解可以起Ε1 是不是 韩可以起谁 我没有单独告诉你Ε2 也没有单独告诉你Ε3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Ε2加Ε3 那么同学们看一看 Ε2等于B Ε3也等于B 那么Ε乘上Ε2加Ε3 就等于Ε2加Ε3 等于B加B 是不是就2B 所以Ε2加Ε3 是AX等于AX等于2B的解 那么我两边除以一个2 是不是就得到非7的解 2分之Ε2加Ε3 它就是非7的解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 非7的特解 我可以有两种选择 要不选Ε1 要不选Ε2 2加Ε3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把7次的通解找到 我要知道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我要知道RA 是不是 这个RA是几啊 这个RA是3 是不是 那我要知道N-RA N-RA是几 N是4 4-31 是不是 4-31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找7次的基础解析当中 只有一个向量 N-RA 是4-31 等于1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要去找AX等于0的一个性能的解 谁呢 非7的两个解 一解 是不是就解出来7次的一个解 那么这个我可以取谁 Ε1 减去一个二分之Ε2 加Ε3 是不是 当然我们还可以取谁呢 你要觉得看这个二分之一不舒服 我乘个2行不行 乘个2 乘个2 是不是2倍的Ε1 减去Ε2加Ε3了 是不是 那当然你可以取Ε2加Ε3 或者是Ε2加Ε3 减去2倍的Ε1 等等 这个是不是都可以作为 其次的基础解析 那么这个定下来了 其次的基础解析有了 那么其次的通解 是不是基础解析称上一个 人业的场所 再加上非基础解析称上一个特解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 解题的思路 请大家看 A的知识3 所以A的基础解析当中 只含有一个效量 那么根据解的性质 我可以取谁呢 我可以取2倍的Ε1 减去Ε2加Ε3 那么2倍的Ε1呢 是4680 是不是 减去1234 那就是3456 它就是A的非零解 那么这个也就是A的基础解析 是不是 所以3456这个向量 是A的基础解析 那么A的通解就是谁呢 就是C乘上3456 或者K乘上3456都可以 那么通解就是什么 通解就是其次的通解 加上非基础的一个特解 这个特解可以取2345 也可以取2分之Ε2加Ε3 就是2分之1 1 2分之3 2也可以 来看一看这个例8 以至四阶方阵A 是α1234 而且α2 α3α4 线性无管 α1呢 是2倍的α2 减去α3 如果β是α1加α2 加α3加α4 叫你去求这个AX等于β的通解 是什么情况 那么刚才我们分析过了 非奇的通解 要写成其次的通解 加上非奇本身的一个特解 是不是 加上非奇本身的一个特解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东西 我们第一步要知道RA是几 对吧 要找七次的基础解析 那么从哪里看出RA的信息呢 它说α234 线性无关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你 α1克u α3线性表上 那是不是告诉你 α1α3是线性相关的 α123相关 那么α1234 是不是也是线性相关的呢 所以α2α3α4 就是A的列向量组的一个 最大线性无关组 是不是 找到了三个 α2α3α4线性无关 而四个 就这个提名的四个 就是α1α3线性相关 是不是 所以这个向量组 α1234的质 是不是就是3 那么矩阵的质呢 它就是3 向量组的质是3 矩阵的质就是3 所以A的质是3了 A的质是3 那么这个地方的 Ax等于0这个方向组 是不是有四个位置量 因为A有四列 是不是 那N-RA 是不是就4-3等于1 那么其次的基础解析当中 就只有一个向量 是不是 那从哪里去找呢 找非理解就行了 我要找这个非理解 就从线性相关的 信息里面去找 然后再要找 非其本人的一个特解 特解是什么情况 就是β能够由 A的列向的主 α134线性表示的系数 是不是就是非其的特解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求解的过程 首先来看一看 非其的特解是什么 你要知道Ax等于β 这个方程组 如果换个写法 用向量形式表示 就是x1α1 加x2α2 加x3α3 加x4α4 等于β 是不是 等于β 那么你同学们做个对比 他是不是讲了 这个β 是α1加α 加x3α4 是不是 这就是诱人 你把1111往里带 是不是非其的一个特解 所以1111 是非其的特解 然后我们又看到 A的支持3 为什么A的支持3呢 原因就是因为 α234线性无关 α123相关 那么α134相关 是不是 所以α2α3α4 就是A的列向的主 一个最大线性无关主 那么A的支持3 是不是 那么同学们再看一看 ax等于0 这个7次线性方程组 等价是什么 等价于x1α1 加x2α2 加x3α3 加x4α4 等于0 你对比一下 看一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你 α1等于2倍α-α3 那就是告诉你 α1-2倍α2 加α3 等于0相量 是不是 你做个地比 你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可以认为是 加上0倍的α4 是不是 所以你做个地比 所以你做个地比 这个系组 是不是1-2 1-0 1-2-1-0 所以这个1-2-1-0 它就是其次的一个非0解 那么1-2-1-0 就是其次的基础解析 是不是 所以ax等于β的通解 是其次的非析的特解 加上其次的基础解析 再乘上一个任意的长数 这个题目是 2002年的考研题 后来这个题目又改编过一次 在2017年 又考过一次 同学们顺便说一下 这个第五节的向量空间 我们暂时不讲 我们放到这个课程的最后再讲 因为向量空间这块内容 它对我们后面的内容的学习 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我们到这儿来听课的同学 可能多数都是本科 没有学过现一代 所以让去考研的 那在考研里面的这个向量空间 它是考的 它只针对数学1的同学 只针对数学1的同学 在考这个向量空间 所以这部内容 等我把这个后面的 方程组理论的应用的部分 讲完以后 包含这个特定的特定向量 此行讲完以后 我们的最后再根据你的需要 我当然还会讲这个向量空间 如果你是考数学1的 那么你就把我们这一课程的最后的向量空间听一下 那如果你是考数二数三的 你就不要去听了 这部内容 我们先放到后面去讲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